欢迎来到恭喜发财,一个离不开投资理财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之前,你诚心诚意的播放了 就请你大发慈悲的订阅吧 今天要来介绍亚洲最大的合成素质厂,长新 股票代表为1717 公司前称为长新化学工业股份领先公司 成立于1964年12月3日 是亚洲最大的合成素质厂 也是全球最大的光模光组计供应商 全球第三大UV光固化素质供应商 营业项目与产品结构 公司主要产品有合成素质 电子化学材料 特殊化学品 其中合成素质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 电化材料则毛利最高 介于20-30% 合成素质方面 主要分三大类 分别为涂料素质 通用素质及不饱和聚酯素质 另外PCB相关电子材料则有光模光组计 分全纸基电路板 液态感光材料 主要生产基地片及台湾、大陆、泰国、北美 营收来源集中在大陆及台湾 分别占55%、45% 2020年年度营收比重分别为 合成素质占约48% 电子材料占约34% 特用材料占约17% 其他电子材料占约1% 公司主要生产基地共有23个厂 包括大陆13个 台湾3个、日本3个 美国1个、泰国1个、马来西亚1个、意大利1个 内外销比重 内销为11% 外销为89% 涵盖地区包括香港、大陆、东南亚、日本、中东、南非、美国、欧洲、纽岸地区国家 其中大陆市场占约61% 客户方面 合成素质、红浴、永济、光模、光组、台药、高际、见顶、华通、新复兴、扩散模、奇美电 转投资相关 1.2006年公司与友达光电合组达新材料公司 生产LCD产业用相关特用化学材料 2.公司与光阳工业 与2009年合资设立长阳开发科技股费研究公司 将从事半导体及太阳能导电胶材料 3.2001年11月 公司与日本三菱化学合资特化新公司高新 在大陆苏州设厂生产PET 合资公司由三菱数值持股80% 航星20%总投资金额约采币32亿元 4.2012年与大陆江苏与日本三菱花言诸事会社 合资设立长顶电子材料 5.2013年诟病Nichico Morgan 可提供全自动真空天模机 多功能半自动真空天模机 客制化机中等解决方案 6.公司规划投入医财领域 投资基亚澳洲子公司 网销素、抗体等方面进行研发 情况方面持续开发其他非侵入性质医疗产品 鲁血糖四片清水模 另规划切入3D炼鹰市场 更入3D炼鹰设备厂供应链 主要应用于全模织模具 以小量出破 此外开发防腐蚀特殊素质 可达到不沾污效果 其应用在太阳能电池 有效保持太阳能电池转化率 另外近期获得疾管署新型冠状病毒 抗体快摔4G授权 为国内首家获得疾管署授权此技术制厂商 藏心自跨足生意领域以来 与传染病疫情控制及防疫工作上 配合疾管署开发生产快摔产品 对于研发技术受到肯定 接下来看看股力政策 连续30年配发股力 公司今年宣布配发新型股力为1.5块 也目前股价值预计算为4% 如果以殖利率角度来看 目前股价有点偏高 但公司在长期配发股力能力没有问题 则是一档值得放在名单观察的豪股 此外可以看到近10年配息状况 最好时股力有2.3块 最坏时为0.9块 股力衰退只有单一年 公司的获利也在后面回升 随后在2020年配出1.4块 如果当初有趁公司配息下降 股价修正时买进的话 相信放到现在都是赚得饱饱 此外可以看到今年Q3获利已达2.32块 全体的获利有望可以拼到3块 再看到长期盈余分配率来计算 近4年配发大约在70%上下 如果预测今年能够赚到2.8至3块 明年持续维持72%的配息率 股力大约就会落在1.8至2.1块 再以目前股价计算值欲就为5%至5.7% 只要公司今年的获利有出来 加上明年的配发率没有改变的话 则是一档可以期待宣布配息后的行情 而这一档目前已经连续21年填权席 投资人就不用担心赚了利息赔了价差的问题 获利方面2020年全年获利2.05块 ROE11% 近10年连续获利只是EPS较不稳定 大约在1块多至2块多区间游走 关键就是营业率 只要光是能够维持在7%以上 EPS获利2块都不是问题 光是营收大约都在370亿左右 最好的时候可以达到433亿 不过单年度却是赚最少钱 所以投资人不要看到营收高 一定就代表EPS会爆发 一定要记得看毛利与营业率的变化 才不会买到衰退的股票 而今年Q3获利已达2.32块 目前11月营收还没出来 但前10月营收已达4146.4亿 今年全年营收将会创进10年来的新高 但这次跟2018年的情况不同 因为公司的营与率为8.93% 对比2018年的4.19%完全翻倍 所以获利就不像2018年一样 营收高却没EPS贡献 反而是营收高获利也高 关键就是在于这个细节 目前就期待Q4营收以及3率的维持 只要数字不要插得太远 全年获利能够达3块 每笔12倍计算 36块以下都算相对便宜 再来可以看到今年的走势图 我们在36块画一条线 可以发现当每次股价低于线时 有三色的红圈点完全守住后大反弹 这也是因为公司本身有业绩 股价才会有所支撑 也接接的告诉投资人在买股票前 一定要先做好基本面的研究 才不会买到偏贵的股票 整状况每股进时18.76块 线油量1.09% 在净子比方面评估的话 现在的估价有点偏贵 毕竟本金比将近2倍 短信上也要小心公司负债比逐渐拉高 以及存储比拉高 怕未来会有叠价问题的损失 就有可能间接影响公司获利 此外,长新基金投资占比为7.97% 公司持有股票最多为统一证券3.3万张 以及其他海外公司 虽然让这一档股票在业外现金流收入比较不亮眼 但公司的经营策略是拿赚到的钱 持续扩充业务也不是坏事 可以看到在投资活动 每年几乎都为负几十亿 这个意思是代表说 付出的钱去建厂或扩充其他业务的支出 也因为这样长时间不举 才让现在的长新有如此的规模 持股品质方面 400张至800张为3.66% 800张至1000张为2.2% 超过1000张为67% 三个大货占比总和来到72% 散户持股比例10张以下为8.71% 持股商为8.11% 持股份级方面股权算是在各层级都有 不过还是有将近70%以上都是在主力手上 但短线上应先保守观望 因为千张大货在三年前持股比为71.6% 散户持股以下为4.9% 但到了现在千张以上早已减码至67% 大幅减码4% 而这些股权几乎跑到散户的手上 到现在上升至快到9% 至于为什么大户会减码 很简单的原因就是有涨自然就会停利 三年前的股价在24块左右 涨到211年最高的45块将近快一倍 很明显看到当股价45块时为211年W18周 当时千张以上有71.1% 但过了两个礼拜后 持股比直接掉落至70.3% 代表主力都趁股价高时喷出获利 反而是散户在涨时 不请这来帮大户接筹码 股价就从最高的47块一路反转到35块 当然这个大跌也是因为5月时 疫情爆发造成下跌 但也就是例子 间接告诉投资朋友 不要买喷出很高的股票 而是买在低档时会较为安全 接下来看看公司股价一线团走势 红色区间为昂贵价 橘色区间为合理价 绿色区间为便宜价 目前股价在合理价区间 记录图首先可以看到 我们在图上加上一条颈线支撑 如果当未来K棒有打回实现时 业绩没衰退的情况下是不错的布局点 可以看到公司自创出高点47块后 回跌后每次几乎都有守住 加上目前KD呈现低档 后来就观察大量第一根是否会守住 如果K棒有打回的话 就是相对安全的进场点 因为有起涨点大量的支撑 以及三连线的支撑 股价相对就会守住 再来我们分享持股存股区间 虽然以目前的股价来看 离存股区很远 但图上可以看到红色框 这个是自从09年后 公司长期打底的位置 以EPS获利2块来看 这个区间都是公司被市场低估的时候 如果未来有经过市场大洗礼 则是可以在这区间做存股 一方面值率有5%的保护 另一方面有机会未来赚价差 以目前多方走势来看 要回到区间难度很高 但投资朋友可以先放入自己的观察名单 并设定警示 说不定未来有机会变成库存定存股 总结来说 长期材料不只连续配发3-4年股利 公司也连续21年完成田圆席 虽然长期质疑率不高 但却是一档可以抱得很安心的股票 既然又因半导体需求活弱 化工厂特化与电子化学品业绩要近 带动电子容器需求 也联动带动长新的业绩 而公司也看好下游PCB等电子产业前景 需求将逐年成长 通过投资苏州研发中心 并在长新电子苏州 今年第一季扩增涂胶生产线后 再度加码进行长新电子扩产计划 预计投入5.44亿元人民币 扩建厂房增设两条涂胶生产线 提高光模光族产能 完工后大陆精密徒步生产线将增至13条 为电子材料事业增添成长动能 将贡献未来的获利 虽然目前来看股价偏高 加上大户减码 但以公司的基本面来看 还是维持在一定的水准 以目前手势来看不用急着进场卡位 而是可以放到自选名单观察 说不定未来可以趁利空来临时 做价值投资布局 以上给大家参考 最后恭喜发财不忘提醒 投资以财有赚有赔 请谨慎买卖聚当韭菜 想要不当新手小白 就请订阅恭喜发财 今天的5分钟看个股就到这边 图片资讯来自台湾股市资讯网 内容资讯仅供参考并无推荐买卖之一 投资人因自行残淡交易风险